难看鼻子女看嘴,天生富贵的六种面相,风水师看了都说好。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长得好看也是一种资源,娱乐圈中的俊男靓女都拥有一大批粉丝,他们依靠粉丝经济赚得盆满钵满。 大家好,我是一修,实际上在古人的思想中,也认为一个人的面相好坏,对个人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 人们就常说难看鼻子女看嘴,一生富贵少是非,有着六种面相的人,天生富贵好命,风水大师看了都羡慕。 点个订阅,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佛学知识。 一,难看鼻子,鼻子为肺之鞘。 乃呼吸出入之门户,所以古代的中医学家认为,一个人的身体情况是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鼻子看出来的,不仅如此,鼻子的形状往往也能代表一个人的性格,一个人五官之中。 鼻子居于正中央,而且是整个面部最突出的器官。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一个人,都会先注意到他的鼻子,尤其是男性。 所以古人认为,要看一个男子的性格,就要先看他的鼻子。 古人认为鼻子代表着财富,所以在民间有富贵鼻的说法。 如果鼻子长得好,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将来会大富大贵。 要是长得不好,还会侧面反映出这个人的一些性格缺陷。 那么什么样的鼻子才算是好鼻子呢? 古人就认为主要有三点,首先是鼻头圆,也就是说鼻头有肉,饱满圆润。 这样的人性格外向,能言善辩,善于交际和处理人际关系。 再者就是鼻翼饱满,这样的人往往比较心胸开阔,对待朋友坦诚大方,性格也会比较正直,不会耍心机。 所以很受欢迎,还有就是鼻梁值,高挺的鼻梁不仅给人的视觉感受很好。 而且,有此特征的人,性格也往往是比较坚韧不拔。 对事情很执着,所以事业上会有一番成就,心想事成,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。 相较于上面的三种富贵鼻,鼻子塌陷,鼻头无肉,或者是阴沟鼻的人,这些人都会给人不好的感受。 尤其是阴沟鼻在古人看来是阴险狡诈,自私自利的表现。 1. 鹿鼻的男人有福 鹿鼻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鼻子准头上是有肉的,色泽是明亮的。 虽然是高挺,但不会有尖尖的的情况出现,拥有这样面向的人是非常不错的。 从面向角度进行分析,一个拥有鹿鼻的人是很讲义气的。 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人非常重视,对爱情和友情方面都非常的重视,认为感情是珍贵的,怎么样都不能买回来。 对待自己身边的人真的很好,一个鹿鼻的人不喜欢贪恋的。 他们从来就不喜欢因为小事而与身边的人发脾气,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。 真的是个很好的男人,嫁给这样的男人是能让你感受到幸福的。 他们属于有福气的一个人,拥有这样鼻子面向的人真的很好,女人拥有这样的鼻子也很好。 他们日后肯定能嫁给一个好丈夫的。 二、手材鼻的男人有福。 手材鼻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鼻翼上是有肉的。 而且色泽是明亮有光泽的,山根的部位不能断,拥有这样面向的人是不错的。 从面向角度进行分析,一个手材鼻的人性格是比较温和的,待人处事方面也很好。 人们都认为他们是个善良的人,女人都愿意嫁给这样的男人,他们一生当中都能获得贵人的帮助。 即使不是大富大贵的生活,但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,在一起生活真的会很幸福。 三、胡杨鼻的男人有福。 胡杨鼻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鼻子是很大的。 而且是端正的,鼻翼上的肉是清晰分明的,拥有这样鼻子面向的人是很好的。 他们通常在年少时期就很有志气,到了中年会更加的好。 他们的命运也很好,能发达的一个人,拥有胡杨鼻的人事业运势非常好。 他们能在事业当中获得很好的成绩,自己创业也是非常好的,肯定能一帆风顺,生活当中也能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,能富裕的过完自己的一生。 他们的命运是很好的,女人遇到这样面向的男人就可以嫁了。 四、截筒鼻的男人有福。 截筒鼻之德就是一个人的鼻子,就像是截筒般平直。 准头端正不偏不斜,杉根略远的,那这样的人面向是不错的,他们的鼻子从整体来看是有种有势的感觉,一个截筒鼻的人性情是中和的,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,他们的亲和力非常好。 他们做事方面也是光明磊落的,懂得进退,嫁给这样的男人真的很好,他们是个好丈夫,但当他们摆出一副正经面孔的时候,就会让人们感觉到不是。 二、你看嘴。 如果男人看鼻子的话,那么女人就要看嘴巴。 古人常说美丽的女子应该是大眼,尖鼻子,瓜子脸,樱桃小嘴。 尤其是樱桃小嘴,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成语用来形容美人。 古人认为一个女人的嘴唇,往往预示着这个女人的性格和将来的命运。 那么什么样的嘴巴才算是有福气的嘴巴呢? 古人认为有两点,第一点就是樱桃小口。 樱桃小嘴重点不单在小字,还在于像樱桃一样红润光泽,娇嫩欲滴,相较于小巧精致的嘴巴。 大嘴巴的女子在古代就会有些失色。 古人认为嘴大的女子一般都性格比较外向,而且都有点强势,争强好胜的。 在古人人们都讲究女子要三从四得。 所以性格强势的女子是很难被古代礼教所接纳的。 第二点就是嘴巴要饱满丰厚,嘴巴的形状也要端正,古人都喜欢女人丰满一点。 所以认为这样嘴唇的女人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,相应的女子嘴唇过薄。 在古人看来就是命运坎坷多舛,是红颜薄命的象征,要是一个女人的嘴巴大,双唇和不拢,那么就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,喜欢到处传播谣言的女人。 在民间还有男人嘴大吃四方,女人嘴大吃家当的说法,说的,就是一个女人嘴大是很不好的。 不过小编觉得这里的最大并不是只相貌意义上的嘴大,而是说一个女人在花钱方面有大手大脚的毛病,这样的女人习惯了,不懂得节俭。 所以很可能将家当都消耗了,再有另一层意思是说,嘴大的女人喜欢搬弄是非,我们不是也常常用大嘴巴来形容一个人说话嘴上没有把门的,什么都说,喜欢八卦,爱背后说人家闲话。 一,纯红齿白。 纯红齿白的女人,属于天生的有福之人,从来不需要体会人世间的疾苦,她们从出生的那刻起,就注定和大多数普通人是不同的。 可以说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,父母非富极贵,小的时候,可以享受到优渥的生活和教育条件,还能够在爸妈的精心抚养下健康茁壮成长。 长大之后,这类女人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不管想做什么事情,都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,永远不需要为钱财的事情发愁。 而且,她们本身家事背景就很强大,因此在婚姻方面,自然也会嫁给门当户对的男性,婚后可以继续保持豪门阔太太的做派,日子非常清闲自在。 二,嘴角上扬。 嘴角上扬的女性,是天生的乐观派。 不会为了任何事情担心和烦恼,哪怕正处于艰难的处境中,她们也会保持积极的心态,然后想办法走出困境。 这类女人做事很有能力和魄力,学习能力很强,对于新鲜的知识和事物,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她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才华,以及拼搏,不断过上理想中的生活。 这类女人内心很单纯善良,从来不会存有害人之心,看到特别倒霉的人,不会做事不管。 所以贵人缘以及人际关系,都是相当不错的,在贵人的提携与指点之下,很多事情都更加容易取得成功。 另外,这类女人仔细运势也非常旺盛,婚后可以儿女双全,还有可能拥有三个孩子,在其精心栽培之下,孩子大多能够成才,还可以做出光耀门眉的事情。 3.樱桃小嘴 拥有樱桃小嘴的女性,外在颜值很高,长得特别漂亮,感情方面向来都表现得很不错。 单身的时候,身边有很多追求者,且大多数都是条件和质量很棒的男性,他们可以享受到甜蜜的恋爱生活,还可以从男朋友那里,得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,比如说金钱,比如说工作上的帮助等等。 4.与此同时,这类女人在结婚的时候会特别聪明,他们不会选择自己爱的人,而是会选择爱自己而且有权有势的人。 5.这样一旦结婚,婚后即便他们不出去工作,也没有任何关系,因为老公会在外面打拼赚钱,他们只需要安心享受豪门阔太太的生活就足够了。 5.而且家里面家务活,也完全不需要他们打理,家里有很多庸人,不管是洗衣做饭,保姆都可以全部代劳,这类女人还特别长寿,年老的时候状态也很好。 5.看看这几种面向你占了几个,占一个就是天生的富贵命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